这个就是我们从受损车辆的轮胎里面 收集回来的刀片 这个刀片就是那种美工刀 很锋利 多达数十个锋利的刀片 出现在广州高速公路上 多辆轿车轮胎被扎破 对于车辆的损害是很严重的 这个也是我们广州高速第一次发生的事件 一天之内就有53辆车的轮胎被刀片刺穿 只是高速公路上 怎么会出现如此多的刀片 莫非是有心人士设下刀片证 就有车主指振累累称自己的车行驶该路段 轮胎被扎破 花了笔行情价贵出六倍的价钱 约一千元新台币 怀疑是不太业者故意设下刀片证 让车主们中招 是放大车 不搞小事的 我从来不搞小事 如果他搞那放胎可能要贵一点 我都是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不就钱管都没用啊 双方各说各话 索性这些车辆都只是爆胎 没有造成交通事故 目前当地警方已介入调查 要揪出这些刀片 究竟是谁拉下的 记者综合报道